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的斜坡 在这个男人的改造下 竟然成了完美的霍比特屋 还有纯木墙体 红木屋底 以及可以做饭的石头壁炉 更是通过精湛的手艺 成功将墙壁打造成华丽的艺术 当别的老人还在跳广场舞的时候 老白已经玩起了野外建造 只见他选了块风水宝地 随即用铲子挖掘起来 过程中他还用卷尺测量好尺寸 细节这一块算是被他拿捏到位 虽然这里的土质十分松软 但这么大的面积挖掘起来 还是比较费力 好在老白还是老当义壮 一会就挖出个三角形的深坑 看样子能搭个仪式一听 随即找来品质纯粮的树胸 二话不说直接开始沟通 这些上好的红木就是庇护所的顶梁柱 老白一连按了六根承重柱 这样注定木屋的面积不小 而后用横梁将彼此连接 就能得到稳定的三级形框架 然后找个安静的角落 规划好大概的轮廓 不得不说老白很有远见 还没有搭建庇护所 就先把生火做饭的灶台搞定 只见他把石头一块块的向上雷起 顶部再加上一米长的烟囱 来保证烟道的流通性 随后开始用土进行回填 这样才能保证密封的更加完整 虽然没有规划的图纸 但老白每个步骤都是深思熟虑 很快用木片打造出内部墙体 过程中还要预留出门窗 接着点燃干柴猎物 先试试壁炉的密封性 随着一缕鸟吹烟升起 老白顺势用石头把空缺的地方继续勒起 直到把一侧完全填满 看着老白认真干活的样子 相信很快就会有个温暖的家 至于石头之间的缝隙处 他都会用混凝土进行填充 确保每个角落都要满满当当 为了使得墙体看上去更加美观 他用黑色的喷漆进行美化 严谨的他每个缝隙都要找个齐全 待得把剩余的角落安装上木床 这还没完他继续用喷枪 给木板做碳化处理 不仅能增加居住民线 而且棕色的木纹看起来相当买 李子好了看面子 为了提升庇护所的档次 他把门口两侧都安排上了红心木 而且每个窗框也都通通安排上 为了能更早地住上新家 他选择搭建这种平面屋顶 安全简单且实用 然后将木板一片片继续给周边做装饰 这种红心木不仅美观耐用 而且具有一定的屈纹功效 他将里里外外左左右右都统统安排上 就算在森林里也不怕有蚊虫钉面 现在从正面看期盼 为了能让庇护所的颜值拉满 他把这种弯曲的原木包得一干二净 看似简简单单的拼接 没想到整体还暗藏玄机 现在定眼一看屋顶像的牛头框架 得意于老白经常半夜偷偷看荒野建造 每个搭建过程都两难于心 在他专注且耐心的工作下 很快就把整个外部轮廓搭建完成 为了使得正面看更加美观 他继续给门面做了精装修 好在这里的资源比较丰富 这样他搭建起来也毫无尺度 很快就用红心木板门面全部包裹住 爱干净的老白又将剩余的木板 将它们大方地铺设在粗糙的地面上 就单看这种毫无保留的用料 整个房价立马从一万升到一万七 而且四周的边角处都要做绿化 就这手艺没在野外深造个几年都学不来 一口作气的他 又用这种生长有一坤年的原木 制作出上万块一套的餐桌餐 这种奢侈的程度直接延续到室内 以及整个门廊的过道 要说老白经验多 干起活来很洒脱 很快整个庇护所就完成得差不多了 最后再拼装一张合适的门板 整个木屋的颜值已然拉满 要说老白身体好 顿顿牛肉少不了 在吃饱喝足以后 在自己搭建的庇护所 安详地睡了过去 这是不是你梦想中的房子 它坐落在静立的森林中央 全屋利用三百根原木打造 里面不仅空间十分开阔 更是可以随时洗个桑拿玉 简直是不要太爽 自从上一个树屋庇护所火爆全网 也给阿文带来了烦恼 长时间住下去没法洗澡 于是他打算在下方重新打造个庇护所 只见他先用线绳划分出大概的区域 然后开始用铁锹挖掘土地 好在这里的沙土比较松软 很快就挖出几个半米深的基坑 为了使得房屋百年不塌 又准备好几根粗壮的木桩 而且都要进行碳化处理 直到将其烧成乌漆麻黑的模样 就可以将原木牢牢放入其中 底部再用沙土进行夯视 这就是庇护所的承重柱 立柱不平整也没关系 直接用邮具找瓶就完事 为了让整个框架更结实 他用铅笔画出对应的尺寸 接着用锯子打个前阵 再用斧子进行整顿 就可以将其精准地卡上去 最后用钢钉给它们牢牢锁住 很快就得到一个规整的四方框架 然后再用木板整齐滑衣的铺垫上 好在今天小舅子来帮忙 搭建起来才对以轻松很多 很快就得到一块完整的平台 而且还都要涂上防护漆 好看的同时还老有所依 有了完整的规划图纸 他继续去附近收集原木 严谨的他每一根都要进行测量 确保每一根木材直径有30厘米以上 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锁网结构 用油锯继续切割成合适的凹槽 底部还要用上一层隔热条进行隔离 野外这种稻草就是合适的填缝剂 有了它密封性就会解决一大半 这样就可以让原木之间深入交流 只有环环相扣才能相亲相爱 而且每搭建一层 都要用10厘米长的钉子固定 中间的凹槽部分还要用上填充剂 很快一个四四方方的墙体搞定 接着在上面固定好立 屋顶阿文选择搭建三角形框架 防粮必须要一些粗壮的原木 这种结构实用性很强 能有效过滤与水与雪的堆积 阿文一连按了三个人字形框架 这样注定木屋的面积不小 接着继续用原木将大门两侧进行填充 虽然三角形框架稳定 但着实木板也没少用 从低到高一次给固定 这活干起来真是有点要人想念 随着最后一块被切割下来 现在整个框架更加贴合这个图纸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设计 把这个定制好的窗框安装上去 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标记好位置 就可以用楼具操作 现在只需要一套晴翼绵绵绵长 就得到一个四方的缺口 带的把窗口按上去简直是严丝合缝 既能得到良好的保暖性 而且透光性也还不错 另一面墙体也是如法同志 带的完成好以后 他用一根木棍进行找屏 用手机校正好角度 继续用油具进行切割 这就是以后来回进出的大门 现在从正面看已经有了别墅的样子 随即他继续按照图纸上规划的 将手臂粗的圆木鞋向着固定上 一根根圆木整齐滑衣地排列在一起 很快将整个屋顶铺满 从内部看起来有了一定的规格 而后开始给屋顶做防水 先要用透明塑料薄膜打的底 再用绿色的防水布把屋顶覆盖 为了防止气离家出走 他继续用领条横着固定上去 接着找来一堆上好的黄土进行覆盖 直到把厚重的泥土填满整个屋顶 阿文又去野外找来上好的草皮 想要生活过得去 头顶就要带点绿 这种草皮简直是大自然赐予的天然保护伞 现在看上去整个木屋的颜值已然达到顶峰 随后给屋顶安装上门框 再切割出合适的长布 将木板一片片横竖固定在一起 形成结实的石木大门 接着再给其穿上新衣 将其包裹得严严实实 这样冬天来了也不会寒冷 现在只需要安装上脚链 就能让他们洗劫情境之好 严谨的阿文又用银腔进行碳化出来 一口做气的他并没有休息 继续用剩余的木板 依靠着墙壁搭建出合适的框架 用木板一片片铺设上去 这就是睡觉汗真为一体的单人床啊 接着找个安静的角落 规划出大袋的轮廓 给屋顶安排个烟囱 再用铁皮做防护 严谨的阿文都能把防火隔热做得很到位 为此他特意安排个崭新的壁炉 顶部在鞍插上一米长的烟囱 一座温暖大气的壁炉宝钉 而这种长相清秀的大美食 就是用作汗蒸的石头 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粒 随着一缕鸟鸟吹烟冒出 阿文已经迫不及待地脱下衣服 用这种扇液来进行输送水分 通过壁炉的加热将湿气蒸发 在野外也可以做到真正一场的汗蒸 简直是不要太爽 这是什么顶级享受 男人在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 徒手搭建出气派的土木小屋 室内的壁炉不但可以做饭 还能充当火炕解决寒冷问题 当别的老人还在跳广场舞的时候 这个60岁的老头已经玩起了野外建造 就是想退休以后有个可以老有所异的家 他准备在斜坡上搭建庇护所 首先就是要挖出合适的深度 好在这里的泥土比较松软 这让他挖掘起来没下太多力 很快就挖出规整的机坑 以及可以方便行走的门浪 而里面他开始挖出一条条小钩 铲子在老张的操作下 精准地凿着每一片泥土 这就是老张提前预留出来的土炕 以及搭建灶台要用到的力气 不得不说老张非常有远见 还没有开始搭建庇护所 就想着给自己做个取暖的灶台 这些细腻的黄土就是最好的材料 只见他在附近打了桶生命的源泉 顺手请他们喝上一口山泉水 这样搅拌出来的黏土 才是野外最强混凝土 随即他把附近的石头搜刮一空 这些大理石就是打造壁炉的最好建材 只见他一块块将其码好 缝隙之间还要用泥土进行填充 看着平平整整毫无违和感 而且顶部还要用石板继续堵盖 直接铺设到烟道口 这个时候黏土的作用就显而易见 有了他来做防护 密封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烈火给壁炉进行烘干 随着大火越来越旺盛 他顺势在一旁挖出几个半米深的机坑 然后用拼接好的木板划分出大门的位置 不过在这之前要用锡纸把底部包裹住 这样才能保证其使用的寿命更持久 在用泥土给夯得结结实实 完成好这些以后 他继续把立柱分别固定在机坑里 将带有凹槽的原木精准地卡上去 用十厘米长的钉子进行固定 搭建成一座中间高两侧低的局面 此时只要把船子挟着搭建在屋底 就得到一个三角形框架出席 为了保证其稳定性 中间必须要放一根粗状的防粮 这样搭建上去就会劳稳许多 有了结实的框架做基础 顶部再用木板一片片叠加着铺设上去 这种斜面屋顶既能有效果的余水 搭建起来也是简单实用 虽然看起来不够精致 但老张主打的就是真实 就地取材物尽其用 把能不花钱的东西统统都用了上去 侧面的空隙处不平整也没关系 用石头垫高就完事 再用木板一片片铺设上去 然后把多出来的黄土进行回填 这样才能防止四处溜达的小风乱跑 而门脸的位置 继续采用相同的手法叠加着固定上去 除了预留出门窗 其余全部覆盖 至于大门的位置老张主打的就是统一 虽然老张不是木匠出身 但这手艺也是相当的真 不管是整个房屋的设计 还是手法上的记忆 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很快就把边边角角安上了挡板 这样就会方便后期的回填工作 然后他用塑料薄膜替代玻璃 虽然条件是差了点 但采光性也是没得说 戴得用领条进行逆风以后 天气也是升腾起来大雾 老张也是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他收集来这种干燥的松枝 然后全部铺满在整个屋顶上 接着用黄土进行覆盖 这种双层防护更安全 就像有八块腹肌的我一样给力 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他把搅拌好的黏土加上石头 顺着烟道口一层层向上垒高 再用黏土把烟囱全部涂满 戴得完成好以后 为了拉伸整个庇护所的氛围 他继续用干燥的松枝给一圈做绿化 接着调制好防护漆 给庇护所披上一层外衣 好看的同时还老有所依 现在从正面看有了家的样子 隔天一早外面就已经覆盖一层白雪 寒冷的冬天说来就来 幸好老张提前建好了房子 不过也要在门前做好排水沟 虽然庇护所处在斜坡 但融化的血水很容易倒灌进来 戴得完成好以后 老张准备做一顿大餐奖励自己 只见他把肉馅碾压成饼状 然后起锅烧油放进去煎炸一番 就在做饭的功夫 外面已经是银庄素果 遥遥望去白茫茫一片 这种大雪风扇的感觉很解压 老张也是赶紧清理出来一条过道 毕竟自己一个人住要保证安全 以防有不小心被埋的风险 回来就吃上了热腾腾的汉堡 带着吃饱喝足 看着眼前的风景 真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啊